那我现在用滑鼠右键点选这个登革热的资料 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 然后在量值这边我们就写 就是登革热的发生次数 可以吗 发生次数 发生次数怎么算 C-O-U-N-T 稍微注意一下 当你打C-O它就跑出好多个 请问是用C-O-U-N-T 它只有算什么 数字的个数 对不对 因为居住县市和居住相证 请问是数字吗 不是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它 所以要用什么 计算资料行中值的个数 这个C-O-U-N-T 接下来是不是要选 居住县市2 居住相证 T-O-U-N-T 看都是一路按T-B键按完 这样躲好 方向键找到然后T-B键 不用打字 是不是就不会打错字 记得按一下Enter键 然后我现在产生的发生次数 来看一下发生次数在哪里 发生次数 麻烦请打勾 可以吗 我也把那个栏位名称稍微放大一点好了 栏位名称叫资料行标题 字稍微放大一点好了 宜兰县三清香登格热发生几次 三清香发生几次 一次宜兰县五节香发生几次 7次 可以吗 这20年登格热的发生次数 对 再给你们看一下 我刚刚的发生次数 请问一下 新增量值出来的 新增量值出来的符号 是一个计算机 然后 新增 资料行出来的是 是什么一个图号 是一个f of x 有看到吗 新增资料行出现是一个f of x 的符号 如果我们的增量值得这个 您的增量值得很大 还有您的增量值得很高